弟子学佛后,感觉在称谓上比较乱,例如,我们称呼你为师父,但有人称呼你为大使、导师或佛, 又我们应自称是弟子、学生还是墨学,同学之间称师兄弟姐妹是非如伐, 好,这是说于礼仪,现在不讲礼了,怎么称呼都行,可是在从前不信, 那就是一百年前是绝对不许可的,为什么呢,称呼错了是礼, 有涵养的人,笑笑,没有涵养的神的时候,他会批评你,他会侵蚀你, 说什么,你从小没有教养啊,你的父母老人没教你啊, 所以说从前重视,为什么呢,他是礼仪之邦啊, 和谐社会,和谐社会要靠礼仪,没有礼仪不行, 这个称呼,称师傅是俗称,世俗啊,一般称师傅, 实际上呢,就是老四, 如果真是符合现代社会的这个习惯,我们称老四最适当, 为什么呢,可以把社会对佛教的误会化解, 我们在学校称老四嘛,佛法是教育,老四学生, 私生关系嘛, 最恭敬的,对人最恭敬的自称,是称名, 别人不能称名,别人称名对你是不恭敬, 自己一定要称名,对别人是恭敬,最恭敬的, 那我们称人,不能称人名, 更不可以连信代名称呼, 这个很不好, 这是很不恭敬, 那是称字, 称号, 名是他从小, 父母给他命的, 他没有成年, 可以称他的名, 为什么呢, 他是孩子, 童子, 那是什么, 19岁之前, 19岁没成年, 20岁算成年了, 成年行冠礼, 在从前有礼节的, 就戴帽子了, 19岁之前不戴帽子, 20岁正式戴帽子, 礼帽, 这叫冠礼, 从这一天之后, 行冠礼的时候, 你的同辈, 你的兄弟们, 同学们, 送一个字给你, 那以后就称字, 大家都称的字, 不称名, 你做官了, 在从前, 在朝廷做官, 皇帝也称你的字, 不称名, 这对你尊重, 如果皇帝称你名呢, 那你有罪了, 你犯了法有罪, 这大家称你名了, 所以他有很多规矩的, 如果有德行, 有声望, 连字也不称, 称号, 他有别号, 最尊敬的身份, 连别号都不称, 称你的故乡, 你是清朝的李鸿章, 他做的宰相, 德行学问, 为大家所敬仰, 也不称他, 连名字号都不称, 称他什么, 何飞, 他是何飞人, 李何飞, 这个称呼什么呢, 这称呼非常攻击, 整个何飞那个地方的人, 都被他尊敬了, 那如果出家人也不例外, 你看我们, 不称志凯大死, 称什么, 天台大死, 天台善, 我们不称窥鸡, 我们称慈恩大死, 慈恩寺的大死, 所以称他的寺庙, 称他居住的这个地方, 这是最尊敬的, 这些现在呢, 都很少人知道了, 现在人彼此称呼是联名戴信, 那你现在要是, 用古人的现在人也不懂了, 所以也就随俗了, 不过称人名, 最好不要戴信, 尊重人的时候呢, 称一个字, 他名字两个字, 称一个字, 他比我大, 某凶, 称凶, 比我小的时候, 某地, 称个地, 这是很尊敬的, 所以自称的时候, 一定称名, 在过去, 一生称名的, 只有两个人, 一个是父母, 父母一生都称名, 第二个是老师, 所以老师的身份跟父母是平等的, 老师对学生称名, 这从前的礼俗, 也应当要知道, 可是在我们正式日常生活当中呢, 也要懂得随俗, 不要紧紧去计较这些, 我们自己要这样做, 别人怎么做法的时候, 不要放在心上, 这样就好, 那么称大师, 实在这个是错误的, 倒私也不可以称, 为什么呢, 在佛门里面, 大四倒私, 只有对佛的尊贞, 那这个要懂得, 那有些地方的时候, 他不太清楚的时候, 也必须要纠正, 可是大四里面呢, 也有一种特殊, 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四, 但是不是他活着在在世的时候, 你看英光大四, 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, 都称他英光法四, 没有称大四的, 他往生之后, 佛教界里面, 攻推他, 为尽宗第十三代祖, 在称大四了, 这称他大四的时候, 他自己不知道, 这个我们要知道, 道四跟大四都是对佛的尊负, 他能够真正教人, 成佛作主, 有这种德行学问, 菩萨不堪称, 佛门里面, 最尊敬的称呼, 是称和尚, 这现在人世俗都不知道, 认为称和尚是小看了人, 和尚是印度化, 一个寺庙只有一个和尚, 这学佛的同学都应该知道, 方丈住持他称和尚, 别的人不能称, 别的人称舍离, 阿舍离, 那在我们中国呢, 其一般的时候, 他出家了, 我们称他师父, 称他法师, 不可以称和尚, 和尚翻成中国意思, 就是学校的校长, 这个寺院里面的方丈住持, 所以他只有一个, 通常称呼呢, 称善知识, 这是对人很尊敬的称呼, 称善知识, 称仁者, 这都很尊敬的, 对菩萨都可以称仁者, 称善知识, 人是仁慈的人, 是这个意思, 慈悲仁慈的人, 这是菩萨, 呀, 嗯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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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